哈喽,大家好啊,好久没更新视频了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体感助手最新版本 1154版本的一个基本的安装和TTP相关的设置 以及最新的一个功能浮动的TTP功耗 后面还会有一些详细的讲解以及游戏中的演示 首先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家群获取最新版本 每次更新呢,我都会传在群文件里 群号在这个评论区置顶,会给大家发一下 最近这个群,加群有点多,有点满了 我会不定时的T一些不说话的群员 大家如果不想被T的话,就时不时的冒入炮 我们下载1154版本 然后我推荐大家用安装包的 安装包的会方便一下 方便后期的这个更新 然后我们双击 next next 就装完了很快啊 然后装完之后我们桌面上会有一个体感助手的快捷方式 我们直接双击打开 这就是体感助手6154的主界面 这个配置还是我之前的配置 我们恢复一下默认 好的 本期呢 主要是讲一下TDP控制 那其他的内容呢 我后边还会再分几期录一些详细的讲解视频 因为内容太多了 一期我估计得讲两三个小时才能讲得完 TDP呢 就是CPU的功耗 那大家经常玩掌机的都知道 你这个功耗越高的性能越高 那同时呢发热也越高了 然后呢续航也越短 所以呢一个合适的TDP 会极大的改善这个掌机的使用体验 那目前我这里呢提供了很多设置的方案 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直接手工输入 比如我输入20 20然后点set 这个时候呢就是固定到了20瓦 后面包括可以用这个加减去控制 然后呢同时GPU的频率 就是核显GPU不是独显 核显的GPU频率 也可以进行一个控制 比如说我让锁到1000 然后set就可以 同时这里加了一个风扇的控制 风扇控制目前适配很多机型 像GPD的一号本的 包括AOK的 这个很多都可以用 目前AYA的机型 AYA NEW的机型是不支持的 这个没有他们的风扇控制的接口 然后点上风扇控制之后 这里的温控风扇就可以选了 如果我不用温控的话 这里可以选择固定转速 那我我推荐大家用温控啊 这个温控还是很舒服的 那下面就是一排快设 就是5瓦8瓦常常用的一些功耗的数值 我们直接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里提供了两个自定义的功耗 比如说我常用 假设啊比如10瓦 那前面这里的没有这个快设 我就直接自定义成10 然后点一下就变成10了 因为我这里最高给的28嘛 我如果我想要35的话 点一下自定义到35了 这两个可以随意改 大家想用多少都可以 然后呢就是三个风扇的预设 这个预设呢之前是一样的 然后从这个版本开始呢 我给大家做成了一个静音 普通和狂飙的三种模式 比如说静音 那目前这个就是静音的一个配置 我点风扇2 可以看到这里的相应的转速有了提高 点风扇3 那就提高的更多了 所以就是三种配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 下面启动时限制的tdp 指的是体感助手开启的时候 要不要这里给你默认的限制一下 因为有一些玩家的可能不用这个tdp 控制他只是用陀螺仪啊或者其他功能 那他就不勾 如果你用体感助手去控制tdp的话呢 这里建议你勾一下 然后启动时锁定gpu和前面tdp是一样的 就是这里的这个gpu锁屏要不要给你锁 这个勾不勾都可以啊 然后就是关闭cpu的锐屏 这个功能呢很实用 因为平时我们在使用掌机的时候 对锐屏的需求其实是很低的 目前而言大部分的游戏都不需要cpu锐屏 只有一款游戏需要 就是COD19啊 除了这款游戏以外 其他的游戏都可以关掉锐屏 然后呢关闭锐屏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啊 他的cpu的单核性能啊 就是他相当于他的频率上限被限制了 包括单核包括双多核都会被限制 这样的话呢 在平时用的时候 特别是不说下载东西啊 浏览网页啊 他就不会有一个突发的高功耗 也就是你的风扇不会突然就开始转 然后呢就是相对比较平缓一点 第二个功能呢就是他在游戏的过程中 不会让cpu无脑的去持功耗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些游戏 你给28瓦 哎他就跑到28瓦 但是呢你想让他降低一点 他又低不下来 其实跟那个cpu锐屏有很大的关系 那关掉cpu锐屏呢 cpu部分的功耗就不会无脑的去吃满你给的这个tdp 就是大概就是游戏需要多少 他就用多少 所以这个锐屏我平时都是关着的啊 也推荐大家试一下 下面就是一个核心功能就是优化GPU频率 这个固定GPU呢就是老版本的原来的三种策略 我给他合并了 那就是只保留了原来的平衡 那这里就是当我们在设置tdp的时候 那gpu的锁屏会给你锁到一个固定的频率上 比如说35它对应的是2000 那我降一点 到33就对应的是1950了 就是每一个值都会对应一个固定的GPU的锁屏 那这个浮动GPU是什么意思 浮动GPU就是我这个GPU频率是变的 它也是锁屏 它并不是说是系统自动控制 它也是锁 但是它锁的值是变化的 这个变化呢是根据什么来呢 就是根据你的游戏中的GPU负载 比如说我游戏占用的GPU负载很低 那我其实没必要锁太高 对不对 那如果我游戏的占用很高 那我可能锁这个还不够 那我就需要往上涨 所以呢这个浮动GPU是根据游戏对这个核显的占用率 进行一个判定 然后把这个占用率呢 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然后让这个GPU的能耗比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这也就是浮动GPU频率 这也是1.1.5的关于TDP方面的一个核心功能 等一下我给大家详细的这个演示一下 那就引申出了一个一个新的玩法啊 就如果我想让这个游戏自己去控制功耗 就说比如说我这里我给你的35瓦 但是我游戏可能18瓦就够了 或者16瓦就够了 我不想让它跑的够35瓦 那有一个办法 那就怎么办呢 就是首先要关闭CPU锐屏 就是说把CPU部分的功耗呢控制一下 关锐屏它不光是锁屏 它还有省电的功能啊 就是把CPU的功耗控制一下 第二就是勾上这个优化GPU频率 同时选择浮动GPU频率 这是第二个 第三就是你要设置一个功耗的上限 因为这个浮动它也是有上限的 比如说我现在设35瓦 那它到了35瓦就上不去了 这是一个功耗上限 那第四步就是给游戏来一个锁全局的锁针 当然你可以单独锁啊 比如说我锁40 这个就是RTSS里面锁 和这里我们锁的是一样的 就是锁40 那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用游戏中演示一下 那我们设置了功耗的上限 关闭的CPU锐屏 勾上优化GPU频率浮动GPU 并且设置了RTSS的锁针 那我们可以进游戏 我们试一下 我们目前是35瓦 看的到底有多少功耗 我们用古墓地影暗影去演示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载入的画面是8瓦左右 8瓦左右 然后CPU的关锐屏之后呢 它会被限制到2.7G 实际上就是在2670这个范围 可以先看到核显 核显目前是在2000 因为它的占用率低 所以它在自动往下降 1750 然后1650 1550 1450 这就是浮动GPU 它会自己往下降 然后我们看一下帧数 帧数一直是40 这个时候我下来的时候 其实它这个压力是在往上走的 然后这里的浮动GPU也是在变化的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1200的 1200的又上去了一点 然后功耗这时候已经从12上升到的17 14 13 在不同的场景下 比如说我看到一些静态的物体 12 10 对吧 它是一个浮动的状态 然后我再转过身来 然后我再转过身来 会有一点掉针哈 这个不会完全的不掉针 然后15 14 那这是只是这一个画质上 我们修改一下画质 我们看一下效果 现在应该是最高 我们改一下分辨率吧 我们提高到1600乘以1000 这边 反回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其实有点掉针啊 但是它很快 通过这个曲线可以看出来 它很快就回到了40帧 这时候的功耗呢 这时候的功耗呢 也是上升到了18 也就是说在这个场景 18瓦左右 然后1600乘以1000的分辨率 它就可以稳定在40帧 那我们再提高一点看看 我们1920乘1200分辨率 你看我们刚改的时候 其实让它的帧数是掉下来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GPU频率 它是在往上升的 然后大概就是这么长一段时间的 一个调整的过程 调整完之后又回到了40 这时候功耗我们看一下 已经到了30瓦 这是一个向上升的过程 你这时候GPU已经跑满了 已经跑满了 所以有的偶尔会掉针的话 是因为GPU的给的 还是有点略微保守的一些 这个是正常的 那那上升是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功耗的下降啊 我再把分辨率调回到720P 看下它能不能降回去 18 看到啊 调完了就18 17 16 15 15 还在降啊 15 14 我们刚才有一个场景是只有10左右 我们过去看一下 好像是这个 这个水果摊面前 11 这边已经降回来了 这就是浮动功耗 所以根据你的游戏的画质 以及你的帧数设定 自动的去匹配一个最佳的一个核显的频率 然后呢让你的功耗呢浮动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设置的 还是35瓦的TP 那这个35瓦到底有没有用的 我们验证一下 我们回到桌面 我们用CPUZ 我们给它稍微烤一下啊 我们看看这个功耗到底到多少 我们后台烤一下 22 这里不对啊 这里应该双烤啊 因为我把CPU的锐屏关了 所以 只烤CPU的话 它的功耗还是上不去的 那我们还是用 用AIDA64 我们再烤一下核显 单独烤一下核显 好吗 有点卡 这个AIDA64烤机还是很猛的 直接烤完之后卡到一帧 我们看一下 功耗能上了多少吧 27 33 34 实际上我们的功耗是可以到35的 现在已经到了35 然后游戏已经基本上卡死了 我还是把这个烤机关掉吧 所以呢我们设置的35瓦的功耗实际上是有效的 我们通过双烤是可以到达这个35瓦的设置的 然后我们的实际游戏中 当我们锁了40帧 加上刚才的关锐屏浮动GPU优化之后呢 它就是用多少给多少 对不对 可以看一下稳定之后它的功耗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样的废话有点多哈 啊 主要就是TDP控制以及这个浮动的功耗的一个演示 那再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 就是想要浮动TDP的话很简单 第一设置一个高的功耗 就是不要太低 因为你低了你没法浮动 你18瓦就跑满了 你怎么浮动 你只能向下浮动 对不对 这里是一个功耗的上限 第二就是把这个CPU锐屏管了 那有些玩家就会问了 如果我这游戏没法关锐屏怎么办 那这也是目前这个策略的一个缺点 如果这个游戏不能关锐屏 或者说关了锐屏之后吊针非常严重 那就它这个游戏你就只能单独开一下锐屏 它就不适合这个浮动GPU功耗的这个这个策略 那第三就是把优化GPU频率和浮动GPU选上 那第四就是给它一个锁针 有玩家问为什么要锁针 那如果不锁针的话实际上那你的GPU就是无脑吃满的状态 那无脑吃满的话那你不就是给多少功耗它就跑到多少了 那你这个功耗它也浮不动了对不对 或者是说如果我这个游戏28瓦都不够 比如我我超高画质我1600P 然后我还锁60 你实际上只能跑到30帧 那你怎么去浮动呢 对吧你都跑不到你这个机子机能的极限 你也没办法浮动 所以这个浮动功耗实际上是 通过控制你的游戏的画质 就是来降低一个需求 然后呢这个浮动功耗实际上就是体现了这个需求具体是多少 然后不要让它无脑的去跑满你自己设定的TDP 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不仅是3A游戏啊 比如刚才看的是古墓地影暗影 然后我给你们我们切换一下 切一个2D游戏 我用哈迪斯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进来就是5瓦 5瓦6瓦的状态 所以它也是很低的 也不会是说因为你设置了浮动功耗 然后你的网数给的特别高 你玩2D小游戏 它也会给你无脑吃满 不会的 你只要按照这个设置的大多数99%的游戏都是可以满足的 好了这就是本期内容的全部 然后后面还会有其他的这个陀螺仪方面 这些功能的一些分享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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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